大家好 欢迎回来《芒香编辞报》的法庭《芒新闻》节目时段 今次有我许珊 另外还有我们的易得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助订阅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话说港大毕业生中有暴徒的话 这个可谓判囚刑期 我想都是破了港大的纪录 是57个月 哇 这么开心啊 真的是港大的悲哀 甚至他做过前学生会的会长 其实老实说 可能你不认同 这个不要紧 做得香港有名气的大学的学生会会长 某程度都可以说他是天子嬌子 那为什么是否真的叫做人一黄老就亡呢 我们看到这个孙晓南 真的疯了一个点 其实在今次这宗案来说 冲入立法会里面 他自己觉得 我进去而已 我没有破坏 为什么说我是暴徒 你进去就是破坏分子 因为你这样进去的话 你是跟这班暴动分子 这班暴徒是一伙的 我不管你进去做什么都好 可能有人看到 哇 这个不是前港大学生会会长孙南 哇 看到这个是女神来的 我们大力点打爆他 哇 你就拆何军耀的幅画 我就拆范徐丽带那张 那就留一张曾玉成给我拆 喂 女神 这边砰 就是这个原因 因此就算他不是主动出击的那些 但是也会令到其他暴徒看到他 即是有一种激励的作用 哇 现在太厉害了 他蹲了这么多个月 他真的挺疯狂的 他其实在求情的时候 他虽然认了罪 但是他不会认错 他所谓的求情 他直接当了法庭 是一个表达他的政治言论 抒发他个人感受的一个不羁舞台 是啊 他很开心 他给了整个法庭抒发他的感受 现在换来这样的判刑 也是他想要的 我相信 那很搞笑的 他觉得 为什么他要冲进立法会呢 他说因为我热爱香港 神经病 神经病 现在香港 你没有病 我相信 他会令到很多港大的同学 或者毕业生也好 或者其他师兄师姐 甚至乎现在的师弟师妹 当然他是自己独立个体的事 但是某程度上 对于港大的明星 也有很多人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出来呢 他的意思是 他投身这些反修例的倡议 是很自然的 自然 一种自然都不自然的自然反应 是意不容辞的 意不容辞 这样 现在就意不容辞 蹲牢 要蹲牢 人生才更精彩 这就是孙晓岚 和我们这些平民百姓 这些凡夫俗子 那个分别 我真是违于父 他说 我死也不会坐牢 也没办法 怎样 他现在说自己要坐牢 他就坐57个月了 其实他的参议程度 就算是低 为什么他坐得更少 算是少得黄宗瑶 因为黄宗瑶就坐74个月 当然 其实有些是再严重过黄宗瑶 也有 那些就去到82个月了 就坐爆他 再回来 其实孙晓岚因为他认罪 和他的参议程度低 就算是57个月 这是一件事 他觉得 你要蹲牢 台语的意思是 你要蹲牢 我不用蹲牢 谁是光明磊落 你这些就是暴徒 不是 他说不是 他说 我就算蹲牢 也会继续活在真相里面 很光明磊落的生活 是呀 光明磊落 你自己活在自己的谎言里面 那就觉得感觉良好 其实就是 不过很惨的 你连自己要蹲牢的事情 都要靠谎言来欺骗自己 你可以看到这个人其实是多么可怜 还有他说 他永远都会打开他的心窗 以及保持对人的关心 他会承担这个代价 早日回归这个自由 他总之都是在真相里面生活 他只不过是力守着 他珍重的核心价值 所以就陪暴徒一起打爆他 这样也可以 太好了 打爆了 现在就负责任 是值得的 还有他的意思是 为何是七天呢 他们说是正值 是慶祝主权移交的日子 但是抗争者就进入了 昔日曾经带来民主幻觉的议事厅 即是你跟我说 有泛民 那些何俊仁 李卓人 甚至乎 陈方安生也做过立法会员 还有李柱明 杨森 刘慧卿 这些全部都是幻觉 他们什么都做不到 是 那么开心 哇 所以 是闻不到香港的政治问题核心 还有 我们这些黑暴 这些争议 就揭示了这个政制的缺陷 政制缺陷 现在至少自倒你 是不是 还是你的脑子有缺陷 我们看一看 这些港大的 可能在听节目的你 你会说我也是港大毕业的 记住 他说他自己做过学生会会长 又真的做过学生会会长 当时你是港大读书 你会不会觉得 都会有一种好像很厉害 当然 现在港大学生会已经是阻止了 亦是被这些人搞得随着 越搞越坏 这些人 他说他决定认罪 因为了解法律条文字面的含意 就算他当日像这些义得台仰 在说 怎么样 没有破坏那些 就当没事 不是 他说 你们觉得我破坏社会安宁 由始至终 他们是寄予对人的尊重 不是重视 所以我就没动手 不过 但是已经触犯了定义非常宽松的暴动罪 他说在这些政权眼里 抗争者真正的罪名 这些控罪等等 其实我是追求民主自由的思想和意志有罪 我不是暴动 你都说不是暴动 我都说了进来是追求民主自由 我有这样的意志 你已经是将我的意志入罪了 你当然是做梦 没所谓的 就算你蹲到出牢 你还是在做梦 也没所谓的 最重要的是 你需要对你做过的事 扶责任 对不对 所以官定性了他这些 就是叫做 透过身处现场 以支持鼓励 这些黑暴 就成为他们的最大罪成的原因 当然了 你说他们没有破坏 还是怎样 不要紧 这个孙晓南 所以他说判刑这么重 57个月 他是不会流马尿的 不会像王宗耀那样 就像孙晓南这些 就要纳稀人 就养他 但是养他这些是不悔改的 这些人不知错 所以唯一办法就是 只能有他自己蹲 慢慢坐 我相信就算到他坐完 放监出来 也是不知错 但是可以怎样呢 你难道继续养他一生吗 他对他所犯的事 负责就算了 就算到他出来之后 还是不知悔改的 这个责任就留给他自己了 我想这些人 会不会离开了香港之后 不过 蹲了这么久 出到香港不知什么情况 可能真真正正 已经有志及兴了 是啊 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都有可能发生的 不过在这些人眼中 就一定是看死香港 希望香港有多坏 就有多坏 是这样想的 他们也是 很坏的 别傻了 那时候 帮你们做了一首歌 叫《人画》 当然是基于追击林郑月娥 讲人画的记者 免得提他 他那句话之后 这个方浩文做了一首歌 又是跟黑暴有关的 将所有的831 或者林郑月娥 或者721 特意将画面 做到黑暴有关的 都是黑暴有关的 但大概你会看到发生什么事 就是 意思是 我一唱出来 这些真的叫人画 那些 好像这样 都是在香港买房子 560万 还是580万 在洗衣街买的 纳米楼单位 挺好的 人家就是这样 生活 唱完之后 又是抽完水 赚了你这些人的钱 自己继续在香港 继续在香港投资 那位歌手 真是好 当然是投资的 我没说错 这句 他说收租 还不是投资 就是自己住 自己有 刚性需求 对吧 现在收租 挺过瘾 那时候还说什么 容爱抱緊 沿角省 自由 内斗 即是没有内斗 大家要拥抱自由 现在不是只要去买房子 对吧 傻傻的 现在就是 还被人串他 买房子 那些 所以 你自己 想起这些 或者说起这些 你们自己 买不到一件事 老实说 好像这些方浩文 那些 他自己因为 好像离过婚 有个小孩 还是怎样的 所以 要买房子 也不顶了 回来这宗案件 买房子 也提到 这宗案件的严重之处 就是跟着 引发起一连串的示威 再令到其后 好几个月内 都陷入一个 动荡不安的情况出现 因此 为何量刑起点 都要这么高 要这么厉害 就是这样 我们未来一节 或两节 未必说得完 未来还会再说 其中有一个 我也觉得很经典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 有些说不肯走 其他人进去 是否抬出来 是的 记得吗 那不是很搞笑 抬出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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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白痴 这个这么白痴 也是其中一个 在今次案件中 有被判刑 亦是最严重 80个月 82个月 不要以为自己抬走他 你不走 也是会时辰到的 好了 今次不如说到这里 好吗 好啊 多谢大家 拜拜